另外来看到瑞穗乡唯一的铁道公园设置十多年 在水保署花林分属农村再生计划 由社区阿公阿嬷打造的生态铁道公园 不过在入夜之后公园昏暗无灯光 成为了治安的死角相当可惜 而社区发展协会也争取设置路灯 而在这个月完工点灯之后 将能够成为社区民众夜间散步休闲的好地方 别人点灯迎接圣诞节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为铁道公园夜间安全来点灯 其实铁道公园整理好之后 它也变成居民的一个通道 那也是孩子一个同学步道 那以前很暗让孩子不敢走这里 甚至长辈也不大敢走这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就是有增设一些路灯 让同学的孩子还有长辈们 他要来街上买东西的时候 有一条很安全很舒适的道路 然后也让公园更明亮 然后晚上有更多的功能 可以让民众一起来使用 配合水宝鼠花林分鼠农村战胜计划 部员社区发展协会 14年前任养台铁车站旁闲置空地 打造成为瑞瑟乡唯一的铁道公园 同时社区阿公阿嬷也努力维护管理 种植花卉树木也建制生态池 打造成为了生态铁道公园 受到上级以及相关单位的支持肯定 然而入夜之后缺乏路灯的公园 按摩摩成为治安死角不说 社区民众也不敢进入 相当可惜 社区理事长周玉梅也争取设置路灯 希望能够进一步活化铁道公园的服务功能 当初这个雪道公园是阿嬷的梦想 阿嬷的愿望 那我们是透过水宝铁农村再生计划 然后让这个地方变成 就是实现阿嬷梦想真的变成一个公园 那我们后来就是让这个公园更多元化 除了生态的部分 生态的富裕之外 我们也做了全球场 这个月路灯建制完工点灯后 社区民众是不老稀有 迫不及待来到铁道公园散步休闲 让铁道公园设施服务24小时不打烊 成为社区新亮点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导